光辉十月光复乡马佛社区发展协会串联了193农在社区开办石器展 社区民众以当地特有的红黏土创作各式淘气 展现了人情土情的艺术创作之美 光复乡马佛地区富含铁矿德黏土值 为社区专摇产业的重要一环 更是陶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素材 因为马佛土这边土的本身的特性 所以我们也建用这个以前的这个灵词 因为我们不能跟磁器比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土的这个特性把它定义成石器 这个纹路我觉得也是一种很疗愈的过程 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做好一个作品 那你还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在做发挥 就是去刮那个纹路 那刮的时候有时候填上白的又 它就有一种不同效果 就是一直在玩这种 它把很多土不可能性 或是未知的发展性把它做出来 除了艺术创作附带生活疗与舒压 在地务农或家馆的社区民众 也借着这一场马佛石器展的参与 创造具实用性的石桃器用品 相当受到欢迎 社区民众不仅相当有成就感 也荷包满满 哇,這很好用,這賣得很好 這如果一個賣,一個人都一定賣兩支 這很好用,這如果賣得到,這賣得到,這賣得到,賣得到,賣得到,賣得到就好了 很好,這賣得很好 他就是不賣,你看 你看 你要不要這樣,他還是正好 這叫我的特色,叫不賣 來這裡,不賣,老師還有理事長都很照顧 所以說,一直鼓勵我們,我們哪有成績,不賣這樣而已 還是在學習 在農業署華聯分局農村在生計畫的福島支持下 從103年起,光復鄉綠的鄉坡農村發展協會 不僅多元升級發展在地的農產業 也把當地年土土質特性發展成在地陶藝藝術生活文創 與串聯推動部落豪物的體驗成業 也把當地年土土地特性發展成在地陶藝藝術生活文創 與串聯推動部落豪物的體驗成業 這一次藉著石器展的開辦呈現馬佛陶的特色 令人深刻感受馬佛社區人青土青的產業風情 就是因為農村在生 真的我們社區改變很多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用柴燒的方式自討 就莊文慶莊老師他喜歡柴燒 所以在這裡蓋了一個柴燒藥 那也留在這裡很用心的帶著我們大家 還有我們的林憲松林老師來幫我們教導我們村民做陶藝的這個部分 然後用我們在地的土做陶 當然後來 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的走這一塊 就是用在地的好物 泥土 然後結合我們在地的農產品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認識你們 或這個好地方 今天開幕的馬佛石器展 從10月1號正式展出到10月31號 在花193縣69公里段馬佛社區陶藝工作坊展出 由陶藝藝藝創作家莊文慶 林憲忠與社區民眾合作聯展 特別的是每一件陶藝創作作品 除了是藝術欣賞 只要是民眾喜歡也都可以認購 把馬佛特色陶藝藝藝帶回家 記者十一遇欣賞 光復採訪報導 只要是藝藝賞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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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